二摇摇,分岔路魂惊仙惊敌 若邪已从她手腕上脱下 叙事待发 却在谢怜看清对方后眼气息骨 谢怜道 尹玉 地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荣二人进出的大坑 尹玉半个身子从坑里探出 双手握着一柄锋利的铲子 淤了口气,抹了把汗 道 太子殿下,是我 幸好没挖错地方,快走吧 她居然忘了 尹玉手里可还有一柄神器 地势宝铲呢 这东西虽然没被搜去 真是天助他也 看来有时候 太没有存在感也是一件好事 比如在混战中 敌人肯定不会特地去打这个人 但相对的 我方人士说不定会误伤这个人 谢怜正要上去拉他出来 身体却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 隐喻奇怪道 太子殿下 怎么了 谢怜也奇怪 他为什么会倒退一步 随即 他便想起来了 倒退的不是他 而是一到了他身体里的施青玄 那把地狮蝉可谓是十分熟悉 很难不联想到 以往使用他的人 谢怜一阵 没由来的心计 想来是施青玄下意识的反应 好在施青玄反应 也不过激 很快就把身体主动圈 交还给谢怜 谢怜也忘记 要问花城 那个能帮忙上天的人是谁了 赶紧过去跳下那个坑 和隐喻一起落入了 仙京的地面之下 上方的坑洞 不一会儿便合拢了 在黑洞洞的地道里 爬了一小段路 谢怜忽然想起一事 道 隐喻啊 这地狮宝铲 挖得穿锁诸仙京的界吗 隐喻道 挖不穿 吧 啊 施青玄道 那就是说 这宝铲虽然是神器 但挖来挖去 也还是在仙京 那岂不是没用吗 隐喻挠了挠头 道 也不是什么用都没有 现在各位武神官的殿外 都被设了阵 那正会削弱他们的法力 延缓他们伤势的恢复速度 我以为 如果继续待在他们殿里 怕是几年 也恢复不了战力 不如用地狮产在底下某处 挖出一个密室 把各位武神都送到那里 等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试试 能不能闯出去 施青玄道 等等 花城主说 你叫那群废 那群武神藏着自己养伤就好 别想试着从君武手底下闯出去 找死 隐喻惊讶地道 太子殿下 能和城主通灵 不是不能吗 谢连道 不不不 刚才跟你说话的不是我 施青玄道 是我 是我呀 隐喻殿下 但说来说 爷也是一张嘴 隐喻糊涂了 是你呀 还是你呀 不就是你妈太子殿下 施青玄道 嗨 是我 我封尸 不对 现在应该称 我为前封尸 我用了一魂大法 唉 传话 真是累死了 他进到这边听了看了 再回到那边 自己身体里 把听到的看到的传给花城 静 静 出出反反复复的 想想都累死了 隐喻忙道 哦哦哦 辛苦了辛苦了 原来如此 更加卖力挖地 二人匍匐前进好一阵后 隐喻才道 这里 应该差不多了 太子殿下 你们先藏在这里 我去接下一位神官 来时的地洞 渐渐合拢 谢怜道 啊 你一个人去吗 我和你一起去吧 隐喻道 还是算了 实不相瞒太子殿下 这地狮敞开的洞越大 耗的力量 就越大 我一个人心许 还能快点 离这里 最近的武神殿市 他似乎想了一会儿 道 总之 我去去就回 施青玄反复使用 疑魂大法 频繁消耗大量法力的疲倦之意 也感染到了谢怜 他坐在地上 勉强点点头 感觉头和身体 都有些沉重 以手之鹅 道 好 于是 隐喻便自己开了心动 继续向前挖去 谢怜 则躺在原地 合上了眼 不知过了多久 他突然惊醒过来 道 隐喻 四周黑洞洞 一片死寂 很明显 隐喻还没有回来 施青玄一开口 也证实了这一点 太子殿下你醒了 很累吧 隐喻还没回来呢 休息了一会儿 谢怜便恢复了精神 道 他离开多久了 怎么还没回来 施青玄道 快两炷香了 该不会迷路了吧 谢怜感觉不对劲 道 我去找他 说着 他便翻了个身 朝隐喻离离开的那条洞道爬去 因为隐喻 还要从这条地道回来 所以地狮场挖开他后 这条地道 并没有自动合拢 谢怜在里面 小心翼翼地爬行着 须于 施青玄道 血雨滩花说 哥哥 你最好别去 谢怜停下爬行 道 怕是有些不妙事吗 施青玄道 是啊 我听花城主口气 还挺严肃的 谢怜道 就是因为不妙 所以才得去找 否则 隐喻要是遭遇 什么不测 正在此时 他背脊 忽然窜上一股寒意 谢怜一正 猛然回头 施青玄 也感觉到了 他身体的那股寒意 道 我的妈 刚才怎么回事 背上忽然一阵哆嗦 背后 就是黑洞洞 空荡荡的洞道 没有任何东西 谢怜却盯了两久 才道 没事 施青玄当即闭嘴 平住呼吸 因为 谢怜说完那句 没事之后 又以口心无声无息地 说了五个字 别畜生 有人 这条地道中 有其他人 刚才 就在谢怜身后 但他一回头 就消失了 谢怜对危险的直觉 绝不会错 所以不能让对方 发现他已经觉察了 洋装无事 而施青玄 最恨这种情形 起了一手臂的鸡皮疙瘩 一口行道 不是隐喻殿下吗 谢怜道 是他的话就没必要 这么鬼鬼祟祟了 静默片刻 谢怜无声地道 三郎有说什么吗 施青玄道 呃呃呃 你那位三郎看起来 脸色好吓人 他说 哥哥 若到万不得已 先用疑魂大法 移入风尸体内 可是 且不说他眼下法力 够不够施展 疑魂大法 就算够 谢怜也不能拍拍屁股抛下 先经这烂摊子 一个人溜之大吉 谢怜道 三郎放心 还没说是放心什么 他又猛地抬头望去 前方 方才那危险的感觉 还是来自后方的 现在却又来自前方了 可看过去 还黑曲曲的什么 都看不清 施青玄一口行道 太子殿下 你又觉察到什么了 怎么办 这说明该往前 还是往后啊 宁神观察片刻 谢怜道 这说明往前往后都一样 随便了 说着 便往前爬去 爬着爬着 他又停了下来 微微愕然 施青玄情不自禁道 怎么会这样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 居然是一条岔路口 有两条地洞 施青玄道 这 难道隐玉挖了一条路 发现挖错了 又挖了另外一条 谢怜心道 隐玉肯定 熟悉仙京的路线 怎么可能挖错 只怕更可怕 但他也没说出来 知道 清玄 帮我问问三郎 选哪一条吧 左边还是右边 须于 施青玄道 血雨叹花说 这个建议给不了 哪一条都不要选 谢怜哭笑不得 虽说他也觉得 估计两条路 都有不好的东西 在等着 但总不能 一直原地不动 私存片刻 道 那清玄你来选一条吧 施青玄 啊 我妈 谢怜道 嗯 如果你选 还有五成 可能选到较好的那条道 而如果让我来选 施青玄立即道 好吧 我懂了 纠结片刻 把头转向左边 谢怜点点头 爬了进去 越是深入 这洞道越是狭窄 简直逼得人喘不过气 但还算能通行 弯弯曲曲地爬了好一阵后 这才豁然开朗 来到一处较大的空间 还好 一路上虽然提心吊胆 却并未遇到什么实质危险 谢怜打量四周片刻 道 这是哪里 施青玄疑或道 不知道 看不清啊 不过 怎么感觉 好像有点眼熟 不光是他发现了 谢怜也发现了 果然眼熟 这里不就是方才 谢怜躺着休息了一阵 等着影域回来的 那个地下密室吗 千真万确 另外 一边还有一个地洞 就是影域离开时 用地尸铲打开的那条 谢怜也是从这条地洞 爬出去找他的 施青玄猫谷悚然道 我们怎么会又回来了 刚才这里有 有我们爬回来的这条地道吗 当然没有 刚才他们离开时 这个底下密室 仅仅有一条地道通出去 而他们爬回来的这条地道 是不知什么时候 凭空多出来的 他们遇到的那个岔路口 左边那条路绕了一大圈 又通了回来 这肯定不是影域开的 他不会费这么大力 悄悄干这种没意义的事 恐怕 他也遇上了 十分诡异的事情 谢怜心道 果然刚才 应该跟着一起去的 二话不说 又从他们出去的那条地道 爬了出去 快速爬到那个岔路口 这一次 选了右边的地道 爬着爬着 诗青悬道 看来 看来这一次 我的运气 也没好到哪里去啊 选错路了 应该一开始 就选右边的 谢怜却道 我想你的运气 还是很好的 诗青悬道 啊 怎么说 谢怜尽量委婉地道 怎么说呢 因为 右边这条路 可能比左边那条更恐怖 二人都听到了 从他们身后 传来什么东西 擦擦擦擦 飞速爬行低劲的声音 谢怜解下 若邪就往后一甩 道 若邪 先帮忙拦一下 随即奋力向前狂爬 几乎一蹬一仗 诗青悬紧张地快失了指 道 哈哈哈哈 刺激刺激 刺激刺激刺激 谢怜道 更刺激的还没来呢 来 请看 诗青悬 又是啥 谢怜停止狂爬 吐出一口长气 只见两人面前 再次出现了一条岔路口 诗青悬胡乱道 右 谢怜果断往右 接下来一路上 居然不断地出现岔路口 诗青悬道 左 右 左 右 已经不知道 自己在喊什么了 在这种危急万分 瞬息万变的情形下 更是根本来不及 撤出谢怜的身体回那边 问花城该怎么办 因为很可能下一个岔路口一转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身后那东西 被弱邪阻挡一阵 却仍在不断逼近 而两边动道 也越来越狭窄 越来越逼泽 最终 已经到了 根本挪不动手臂的地步 谢怜的肩 已经被卡住了 道 爬不下去了 诗青悬道 那怎么办 难道还往后退吗 那个追在后面的东西 已经快追上来了 谢怜道 不要怕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进则退 退就退 来 说着就退了两步 腾出一只手 正要去握住方心的剑柄 和追在身后的那东西 正面站个痛快 头皮却忽然一凉 谢怜的心 也跟着凉了半截 抬头一看 根本没看清是什么东西 只是似乎有谁在黑暗中 轻笑一声 伸出一只手 放到谢怜头上 她睁大了眼 下一刻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悠悠转醒 醒来后 谢怜这才发现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 整个身体 都被扎扎实实绑住了 挣了两下 她才发现 绑住她的 就是弱邪 谢怜莫名道 弱邪 你搞什么 弱邪也很委屈 搭拉着蹭了蹭她 谢怜再仔细一看 弱邪居然被打了个紧紧的死结 难怪弱邪没法反抗 她最害怕被打成死结了 以前不懂事的时候 喜欢瞎绕着自己玩 玩着玩着就把自己打出一堆乱七八糟的死结 每次都是谢怜 无奈地帮她解开 后来她学乖了 聪明了 就再也没把自己打成死结过了 谢怜无奈 又试着能不能直接把椅子挣散架 很遗憾 椅子也纹丝不动 看来是被注入法力加固了 既然动不了 那就先观察一下周围环境好了 谢怜环顾四周 这里应该是哪座神殿的内部 颇为崭新华丽 只是不知究竟是哪座 反正不是神武殿 刚这么想 一只手便放到了她肩上 头顶一人温声道 仙月呀仙月 你真是太顽皮了 听到这个声音 谢怜的头皮 墨底一阵发麻 而背后那人副手 转了出来 果然是君无 她的手 还放在谢怜肩上 一步一距 道 你上来这大半年 仙金是这里 坏了那里坏 砸了这里砸那里 你说你 淘气不淘气 又不是小老鼠 在地下打洞钻来钻去 好玩吗 这种温和 仁慈 仿佛长辈看着疼爱的晚辈 瞎胡闹的语气 令谢怜毛骨悚然 真不知道 要如何跟她说话 接着 又忽然感到 脚边一阵冰凉 低头一看 只见一团白色的东西 抱住了她的靴子 正用一种 极其邪恶的眼神 盯着她看 正是那胎灵 谢怜抬头 大概猜到了 隐喻用地食产挖坑 却被君无抓住了 君无派了一些东西 去地下栏 她才遭遇了 方才那阵可怖的经历 谢怜终于知道该说什么了 无语一阵 你真是恶趣未至极 那阵地动追逐 让她想起了当初 被白无相追得喘气不得 胆战心惊的日子 如果是要抓她 直接抓就是了 何必非要弄的那般 恐怖诡异 令人心惊不已 君无却看起来十分愉悦 微笑道 仙月却比当初要勇敢多了 这话没法接 谢怜道 隐喻呢 君无手放在椅子背上 帮她整个人转了个方向 道 不着急 你会看到的 而且 不光有她 谢怜转了个圈 面对着一面镜子 然而那镜子里映出的 却不是她 而是面色苍白的隐喻 而在她脚边 还躺着一人 头破血流 鼻青脸肿 昏迷不醒 只能从那满头卷毛 辨认出来 是权益真 谢怜立刻警惕地道 你想干什么 212 不能尽善问心有汉 镜子里 映出的是 墙壁另一面的情形 那边 隐喻狂推权益真 道 醒醒 醒醒 权益真好容易 才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地道 贺兄 刚才黑打我 李妈 可怜的齐鹰 已经被打得口齿不清了 谢怜不禁心声怜悯 隐喻道 我打得过你吗 权益真抓了抓头发 这才想起来 哦 四帝君打得我 像是突然想到什么 又兴奋起来 他把李的铲子抢走了 要我帮李抢回来吗 隐喻 你打得过他吗 谢怜总算看出来了 这里是齐鹰店 看来 隐喻是来找权益真实 被君吾逮住的 趁君吾 又绕到他身后去了 谢怜低下头 一口心无声地道 风师大人 你还在吗 谁知 没等到施青玄 却等到了君吾 君吾在他身后道 当然不在 君吾道 我忽然想起 仙境的所界 似乎有个漏洞 所以 刚刚把一魂大法也禁了 君吾拍拍谢怜的肩 亲切地道 想当年 这一魂大法 还是我教给你的 仙月活学活用 我真的十分欣慰 说完 他便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那镜子里 便出现了君吾的身影 全一针率先注意到 尹玉也猛地转身 警惕道 帝君 全一针跳起来 就跃跃欲试 君吾随手一掌 就把他拍回踏上 整张踏都给拍塌了 全一针直接躺在了地上 头一歪 又不省人事了 尹玉万分戒备 君吾却道 不必如此戒备 你要这么想 就算你戒备 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何不放轻松呢 这倒是实话 尹玉不知该说什么 只好习惯性地尴尬笑 又连忙收住 君吾倒是很悠闲自然 的 尹玉啊 从前 我好像从来没和你这么聊过 是吗 尹玉拘谨地道 好像是这样的 他过去虽是 镇守西方的武神 但品级并不高 香火势力不大 地位也不高 虽不至于在上天亭的神官里垫底 但大概也是中等偏下 几乎没有机会 能离上天亭最高的 神武大帝这么近 大概从前君吾 从他殿门口路过他都紧张 现在更是紧张 又道 不过上天亭本来很多 神官都没跟我聊过 也不认识我 君吾却道 那可未必 很多人都认识你 就算不一定见过你 但也知道你 尹玉正了正 道 是吗 君吾道 因为 很多人都知道你师弟 而提到你师弟 你往往会和他一起被提出来 作为陪衬的那个 这话可十分刺人了 虽然只是毫不带感情色彩的陈述 但正因叙述者本人 不带偏见 只是描述事实 所以才更刺人 全一针还晕晕乎乎没回过神 尹玉低下头 握了握拳 谢连盈盈有些猜到君吾想干什么了 梁九 尹玉鼓起勇气 道 帝君 您到底想做什么 你已经是神武大帝了 上天入地 三界第一武神 没有人可以比肩你的位置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您到底 想要什么 君吾当然没有回答他 忽然道 尹玉 你想回上天庭吗 什么 谢连也给这个问题问得一惊 君吾想干什么 在这个关头劝 尹玉倒戈 有何意义 君吾道 你并不喜欢 再下界为鬼界之族吧 尹玉 终于反应过来了 道 您想多了 本来就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谢连心叫糟糕 不能这么打 这下恐怕要给他拿下破绽了 果然 君吾微微一笑 道 你知道吗 你这么回答 意思就等于在说 是的 我不喜欢 避而不谈 不错 如果隐喻心里当真 很有底气 真的很喜欢 现在在鬼界的位置 会直接明确答我喜欢得很 而碧其锋芒 答案便很明显了 君吾道 你出身名门 门派正统 从来不走邪魔外道 又是派中之常 从小耳濡目染 以得到非生 为毕生之求 这种追求 是很难改变的 流落鬼界 只能说是迫不得已 无奈而为之 你当然没法说 你很满意现在 在鬼界的位置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 隐喻底气 果真不足 若若地道 城主于我有恩 救了我 君吾道 我知道 还帮你超度了死于 被贬途中的监狱的怨魂 是吗 隐喻道 不错 所以不管 我满不满意现在的位置 君吾道 那就是不满意 然而 你受负于恩 又走投无路 故勉强自己 隐喻低头不语 谢怜心中 捏了一把汗 他已经能大概猜出君吾 打算怎么进攻了 而隐喻的每一个神情 每一个动作 从头到脚 浑身都是破绽 君吾道 那么 反过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于全异 真有恩吗 君吾道 凭什么旁人 于你有恩 你就要 把自己放在一个 并不合一的位置上 效忠报答 而你于全异 真有恩 他却让你 沦落到这个地步 隐喻 总是习惯 委屈自己成全他人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要知道 没有人会感谢你 他简直步步紧逼 每一步 都踩在隐喻 最痛的点上 君吾接着道 你一生 你一生都渴望 非生正途 你渴望着 再上天亭博 一个好位置 位列神武殿 就算后来 全异真让你那般难堪 沦为他的陪衬 诸天仙神的笑柄 你还是在仙京 挣扎隐忍 难道不就是为了 能留在这里 你是属于这里的 但是全异真 把所有事 弄得一团糟 然后轻而易举地夺走了 本该属于你的一切 凭什么 你没他付出的多吗 不 你比他付出的更多 而且 真要论起总体才干 他未必比得上你 为何如今奇音 在上天亭孤立无援 因为他头脑简单 懵懂无知 横冲直撞 不能服众 而你 比他心智成熟 比他懂人情世古 比他能屈能伸 比他肯吃苦耐劳 如果你有他的天赋 他的法力 你的成就 会比他大上许多倍 也更能服众 隐喻有些沉不住气了 道 您说 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如果都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法力 就是他的 突然 他大叫一声 举起自己的手 惊恐道 什么 这是什么 他一只手上突然爆出了 炫白的灵光 刺眼到无法直视 君吴却无动于衷 道 不必害怕 一点法力而已 隐喻这才稍稍冷静 不可置信地道 谁的法力 我的 我没有这么 他没有这么强劲的法力 君吴道 现在还不是你的 会不会变成你的 就看你怎么选了 隐喻道 不是我的那是谁的 难道 他猛地想起一人 望向一旁 恰好此时 生命力无比顽强的全义真 也再次醒来了 一脸猛然 看来又糊涂了 君吴道 不错 这是权益 真的法力 权益真 啊 隐喻道 他的法力 为什么会在我这里 法力怎么还能嫁奸 这怎么可能做到 君吴道 连命格都能嫁奸 法力又有何不可 很多是没你想的那么困难 尚未神官几句话 动几笔的功夫罢了 隐喻哆嗦道 这 这 他甩了甩手 仿佛想甩掉什么烫手山芋 那强盛的法力 却欢快地在他手上跳跃 只乃把哪 煞时 奇音店的一排墙壁 都被他炸开了花 神像倒栽下去 屋顶都几乎要塌下来 隐喻更惊 不敢再乱甩 君吴微笑道 别紧张 慢慢来 收好就是 隐喻用另一手握住那只手 一脸惊魂未定 两条手臂都在颤抖 君吴道 隐喻 我再问你一次 你想回来吗 隐喻喻了几口气 双眼布满血丝 妄想他 君吴道 如果你想回来 我不但可以帮你除掉咒驾 还可以把权一针的法力 全数嫁接到你身上 权一针似乎从没想过 还有这种写法 整个人已经惊呆了 谢怜恶然道 疯了 君吴缓缓地道 从此以后 只知奇音不知隐喻的人 再也不会出现 谁还会敢记不住你的名字吗 永远不会了 隐喻倒退几步 混乱地道 我 谢怜精神崩得连自己 还被弱血绑在椅子上 都不记得了 平住呼吸 双手抓住椅子 身体前倾 至少有一点 君吴说得没错 他也看得出来 隐喻心底 的确是更向往天界的 他本来就是 属于上天庭的 这一点 是从小便根深蒂固的 很难改变的 而且 隐喻真的对权一针 没有半点怨对之意吗 不一定 在发生过这么多事的人们之间 我完全不恨你这一句 是没办法这么轻易就说出口的 这种恨可大可小 而隐喻本身 便不是性格坚定之人 他怎么想怎么做 旁人的影响恐怕不小 因为并无太多焦急 谢连也无法确定 隐喻到底会怎么做 只能在心底 默默祈祷 隐喻殿下 小心啊 不 隐喻好一阵魂不守舍 坐下来双手无脸 半晌 终于抬起面容 目光也渐渐冷沉了下来 他盯着 被揍成一堆破烂木的权一针 两酒 低声道 帝君 你 真的 能把他所有法力都 换给我吗 谢连的心沉了下去 全一针则张大了嘴 道 师兄 君无道 不如现在就换给你 你自己试试 便知我能不能 隐喻仿佛还不放心 又问道 他还能夺回来吗 毕竟是他自己的法力 如果他想抢回去 君无道 除非你自己 愿意还给他 或者你死了 否则是不可能夺回的 隐喻迟疑道 那如果把法力价接给我 全一针 会死吗 还是会怎么样 不管怎么说 他大代还是不太想让全一针死 在他手下的 君无道 不会怎么样 只是过程会 比较痛苦罢了 可这世上 谁没受过痛苦呢 想怎么处置他 要死要生 全看你 隐喻又道 别的神官怎么办 上天庭有那么神官 看到了之前 神武殿上那一幕 万一传出去 君无微笑道 知道了又如何 都是些一只手 就可以碾死的蚂蚁罢了 全部灭了 换一批新的神官上来 你再改头换面 换个名字 造个出身 谁又会知道什么呢 他说这句话时 神色轻描淡写 仿佛再说 茶水凉了 就到了换杯新的 轻描淡写 轻车熟路 最后 隐喻道 在新的上天庭 我 会是什么身份 君无道 灵文为我的左手 你便是右手 你们以上 除我再无他人 隐喻一咬牙 终于 道 好 他沉声道 请帝君记住 今日对我的沉默 那么 现在 他没说下去 只是视线 转向了全一针 君无道 如你所愿 话音刚落 全一针突然 面容扭曲起来 大叫一声 蹊跷流血 抱头打滚 似乎痛得厉害 而隐喻的身上 则发出一阵突兀的灵光 他整个脸庞 都被印得透亮 举起一手 打向上方 奇音垫 轰然倒塌 经垫上开了个大洞 站在废墟之中 隐喻低头 看着自己的双手 慢慢握紧拳头 君无的神情 仿佛在看一个小儿 是他新买的玩偶 道 感觉如何 半晌 隐喻才道 我从来没拥有过 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望向一旁 在地上狂叫的拳一针 神色复杂 道 我师父以前说过一句话 他说 权衣真是天生要非生的人 是天给的本事 这就是天给的神力吗 君无道 从此以后 是你的了 隐喻缓缓点了点头 下一刻 踢起一掌就劈了过去 这一掌用了 权衣真实诚实的法力 威力害人 镜中爆出一团白光 随即 隐喻迅速右手 在空中画了的大光圈 然后把那圈子 从空气中方抓起来一丢 套中了君无 君无看到脚下光圈 微微皱眉 似乎略感忌惮 谨慎地不去触及 又看到隐喻 去拉地上的权衣真 不动声色 道 隐喻 临阵反悔 你就没有什么话 要对我解释吗 隐喻背对他背起权衣真 不答 君无道 这么做当然可歌可泣 情操高尚 不过 这真的是你的本心吗 你勉强了自己几百年 到现在 还要继续勉强下去 你真当一点都不恨你 现在救的那个人 就算不恨 难道也不讨厌 隐喻终于忍不住了 他握紧了拳头 咔咔作响 猛地转身 道 我是恨 我是讨厌 但是 那又怎样 全一针激动不已 一边说话 一边从鼻子嘴巴里 往外狂喷鲜血 道 师兄 隐喻喝道 闭嘴 他又转向君无 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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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一定要提醒我这一点 说得好像你们都很了解我似的 是 我是讨厌他 但是 那又怎么样 他给我添了这么多麻烦 我恨恨他还不行吗 谢怜一颗星辰到谷底 又高高抛弃 哭笑不得 险些灾倒 这是什么歪理啊 接下来 隐喻又道 但是 但是我也 就只想讨厌讨厌吧 不等于 我就一定要害他 什么叫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天赋以外 没有什么东西 天生就是该属于谁的 别人的东西 我不要 谢怜眼前一亮 喊了出来 说得好 隐喻又道 我是想回上天庭 我是想为猎尸甲 但是 如果不是我自己修来的 那就根本没有意义 我倒霉 我认了 如果我没他厉害 那我起码能承认 我的确没他厉害 承认我就是不如他 也没那么难 傲气 这一刻 谢怜终于又在隐喻身上 看到了他少年时的那种 光彩和傲气 哇的一声 全一针在他背上哭了 鲜血混着眼泪鼻涕 一起滚滚飞喷 隐喻给他喷得也满脸是血 崩溃道 别喷了 全一针呜呜呜呜呜呜的道 师兄 对不起 隐喻忍无可忍地道 你也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了 反正你再怎么道歉 也还是不懂的 我真的受够你了 君无叹了口气 揉了揉太阳穴 隐喻又道 况且 况且我也不是一无是处 你也说了 论总体才干 他未必比得上我 我有我自己的 咔 君无转过身去 随手一挥道 精彩 我想 你和仙月一定很谈得来 怎么了 怎么了 谢怜被绑在椅子上 心脏狂跳要跳出胸腔 隐喻怎么了 他只是不说话了 脸色也变得很奇怪 而君无副手 从容不迫地 迈出了那个 看似强劲的光圈 根本没有受到 一丝一毫的阻力 道 多少我也猜到 你会这么回答了 所以 没先给你取下咒家 咒家 隐喻手上 的确是有个咒家的 谢怜赶紧看过去 隐喻也抬起了手腕 只见那原本一圈 各代般的咒家 收紧了许多 紧得仿佛要把隐喻 那只手勒一段 而隐喻整条手臂 已经变成纸一样的惨白色 并且那惨白 还在不断向上蔓延 这咒家 居然在吸他的血 谢怜猛地向前一扑 连人带意扑倒在地 这下 连镜子也看不到了 他在地上疯狂挣扎 却根本没用 只能听到镜子里 传来乱殴打之声 过了好一阵 一双白靴 出现在他眼前 却是君吾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只 吸满了血 变成深红色的咒家 应该是从隐喻身上 取下来的 蹲下来 摸了摸谢怜的头顶 道 和你的小朋友 隐喻松开了 谢怜爬起来 就冲他脸上打了一拳 当然没打中 还差点又摔倒 但他本来 也没指望打中君吾 只是谢愤 狂奔到隔壁殿内 只见隐喻干巴巴地 躺在地上 又白又薄 像得纸片人 脸颊也干瘪下去许多 身上的灵光都消失了 重新回到 又鼻青脸肿了几倍 已经完全认不出 本来面目的拳 一针身上 看来 那些法力 已经物归原主了 谢怜扑了过去 隐喻殿下 隐喻瞪着一双 比平时突兀多了的眼睛 看到他 哑声道 太子殿下 全一针 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仰天好道 对不起师兄 我只会打架 但是我打不过他 他口鼻的鲜血 又喷到隐喻脸上 和眼睛里 光是看着都难受极了 隐喻额上 忽然清惊爆起 回光反照般的喝道 让你别喷了 唉 算了 你气死我算了 他又有气无力了下去 这幅情形 谢怜也不知道 他是更想哀声叹气 还是更想潸然泪下 或者其实更想忍峻不惊 忽然之间 隐喻干涩的眼眶内 充满了泪水 他小声道 我知道的 他道 一针是个奇人 我是个庸人 最高也只能 走到那一步了 我知道的 谢怜心中 蔓延上一阵无力的痛楚 隐喻道 虽然我知道 但还是不甘心 其实 我和剑狱想的是一样的 我比他更不甘心 我不是没有过怨念 没有怨念 是不可能的 我后来 都不敢想 那时候 为什么明知一针 穿着锦衣线 还说 让他去死 到底是被气得 失去了理智 还是真的想让他去死 谢怜抱着他道 没事了 没事了 这些都是小事了 真的 隐喻殿下 你在在这世上 活个几百年的 你就知道这些 真的都没什么了 气得失智也好 真想让人去死也好 随便吧 谁没这么想过呢 我还想过 途径天下富我人呢 是真的 不瞒你说 我还差一点就做了 你看我不也很厚脸皮的 活到现在 你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做 这才是最重要的 隐喻道 可是 最后我 果然还是觉得 不甘心 他哽咽道 既然已经注定了 我不能成为 精彩绝艳之人 那至少 想成为 善良无暇之人 但是 我还是做不到 真的 太不甘心了 说实话 就算到了这一刻 一想到 我是因为一针 这个傻小子死的 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连无怨无悔 满心释然的死去 都做不到 这算什么呀 谢怜柔声道 殿下 你已经很努力了 而且 你做得很好了 比大多数人 不好太多了 隐喻 终于勉强笑了笑 道 比大多数人好吗 笑完 他叹了口气 最后遗憾的声音 随魂逝去 喃喃道 可是 我想做的是神啊 谢怜深深低下了头 道 可是 隐喻殿下 这世上 其实根本没有神啊 213 破僵局 及时送好礼 忽然 他脑中灵光一闪 谢怜放下隐喻 站起身来 道 咒驾 他拿走了咒驾 如果那东西无关紧要 君吴当然不会特地拿走 但他却特地 把吸满了隐喻血的咒驾 摘下来带走了 说不定 那东西 不光吸走了隐喻的血 还禁锢了他的魂 想到这一点 谢怜丢下鼻青脸肿的全衣 真就奔回奇音店店后 然而 君吴已经不在 他又转身冲了出去 仙京大街 空无一人 居然一片荒凉 只有往日热热闹闹 往来不断地各大神殿门口 守着许多面无表情的卫兵 仿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谢怜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直奔神武殿 果然 君吴回到了这里 正坐在宝殿之上 还在看那咒驾 谢怜一冲进去 就听到上方传来一阵 咕咕唧唧唧的怪声 抬头一看 那胎灵四只脚 抓在华丽的天花上 正在快速倒挂爬行 仿佛某种冷血生物 令人恶寒 居然连这种邪物 都能进神武殿了 真不知那些挣扎几百年 都没资格踏入这里的神官们 看了会做何感想 谢怜走过去 冲他一摊手 君吴道 你想要什么 谢怜二话不说 劈手便去夺纳咒家 君吴当然不会让他如愿以偿 谢怜好半天都抢不到 诺道 你要这个东西 有什么用 淫欲根本不会对你造成威胁 他对你来说 根本无足轻重 你干什么 要跟他说那种事 你还留着这东西干什么 君吴却道 谁说没有用 看你为了这个东西 这么生气 岂不正说明 他非常有用 他就像把果子 放在自己儿子 购不到的桌子上的大人 在旁边笑眯眯眯的 看着小孩想吃 点脚去拿 却怎么也拿不到 又气又急 哇哇大哭 然后他就高兴了 谢怜简直要气疯了 你有病吗 君吴道 贤月 你这么对我说话 可有些不敬 谢怜憋了半天 憋不住了 骂道 我敬你个 估计他 这辈子所有的脏话 都冲着这个人骂了 谁知 这一句还没骂完 他喉间突然一紧 一阵窒息 谢怜眼前一黑 双手无紧脖子 双膝一软 跪了下来 君吴坐在他身前 气定神闲地 摸着那胎灵毛发稀疏 光滑圆溜的脑袋 掌心散发出黑气 那胎灵仿佛 很是惬意 叫得古怪欢畅 听着谢怜 发出一连串剧烈的壳声 脸色涨得通红 君吴道 贤月 我建议你 还是像以前那样 听话一点 尊敬一点 这样才不会惹我生气 不要忘了 你身上也带着这个东西 而且 你带了两个 可嗨嗨 嗨嗨 你 谢怜猛地直起腰 双目冲写瞪他 君吴道 我什么 我卑鄙 贤月 不要忘了 是你自己要求戴上的 开玩笑 那时他怎么知道 这是什么鬼东西 难不成 那时候国师一看到他就 脸色大变 掐他的脖子 不是想杀他 而是想把这个东西 取下来 过了好一阵 谢怜脖子上 那皱夹才渐渐松开 终于能顺畅呼吸 他背对君无用力喘气 下意识去捂自己脖子 摸那皱夹 这一摸 除了皱夹 还摸到了另一个东西 那是一条细细的银链子 原本是冷冰冰的 因为贴身戴了太久 已经被他的体温污热了 银色链子下 坠着一枚 晶莹剔透的指环 摸到他之后 谢怜的肩 一下子僵住 握紧了那枚指环 不知为何 心跳砰砰加速起来 仿佛抓住了一个 了不得的秘密 正在此时 身后君吴道 是我 何事 是他 什么话 什么意思 谢怜把银链子塞了回去 簇眉转身 转身才发现 方才君吴那一句 并不是对他说的 君吴正举起二指 倾抵太阳穴 这个姿势 他是在何人通灵 虽然他不允许仙京内的 其他神官通灵 自己想要 如何却不受限制 顿了顿 君吴又道 没什么 因为前些日子 查出了帝师仪 乃是冒名顶替的事 也连带查出许多 他埋在仙京的眼线 和假身份 近日又是多事之秋 不可出纰漏 顾目下 正逐一盘查 全体神官 整个仙京都戒严了 不向外界开放 也不与外界通灵 你当然找不到其他人 谢怜轻轻喘了几口气 屏住了呼吸 听起来 此刻与君吴通灵的那位 并不知道 现在仙京 是什么状况 所以 君吴也在若无其事地 欺骗对方 而且 他找的借口 很是精妙恰当 黑水冒名顶替 一事一出 影响恶劣 值得重视 全庭戒严 也在情理之中 即便谢怜大喊大叫 那边的人 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所以他 还是决定先进观其变 梁九 君吴脸上 忽然闪过一丝 细微的异样之色 他温声道 哦 你要来仙京吗 当然可以 此次事件 的确非同小可 你有心挨住 自然欢迎 对方居然主动提出 要来仙京帮忙 若是提早几个时辰 自然是求之不得 眼下正缺人手呢 但在这时候 整个仙京 已经都沦为魔窟了 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那边君吴简单几句 结束了通灵 谢怜立即道 谁要来 那胎灵 似乎知道自己 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悄悄爬到暗处 藏了起来 君吴则微笑道 急什么 待会儿你便知道了 这可出乎他意料之外了 谢怜道 你会让我看到吗 你不是和对方说 整个仙京都戒严了 正在逐一 盘查个大神观 君吴道 当然 我总得有个 值得信任的左右手 灵文对外 是在陶中 自然不能扮演 君吴的左右手 所以这差事 才落到谢怜头上 他正私存着 君吴却打量他片刻 温声道 仙月 你乖乖配合就好 不要动什么 其他的歪心思 我太了解你了 你想什么 我都能知道 君吴手里 有意无意把玩着那 吸满鲜血的咒甲 又道 你也说了 对我而言 隐喻根本无足轻重 应该说 这仙京所有的大小神观 在我这里 都无足轻重 如果你露线了 你知道 会发生什么 所以 别露线 整整你自己 马上就来了 谢怜没说话 但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 果真整了整自己 站到了往常 总是站的君吴身边的位置 君吴赞许道 就是这样 虽然君吴的威胁很有效 但谢怜也发现了一件事 他似乎并不想让来人 觉察先经沦陷的事实 这就让他更想知道 来人究竟是谁了 两炷香后 神武殿前 终于现出了几个身影 只见一名轻衣女官 骑着一头高大的黑牛 腰拳配剑 悠悠行来 身后跟着几个农人 高矮胖瘦不一 来得竟然是语尸 谢怜威绝亚异 依照君吴的形式作风 暴露后的形式作风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应该是来一个就关一个 为何尽会忌惮与诗 现在自然是不可得知 一入神武殿 于诗便向二人微微汗手 太子殿下 帝君别来无恙 谢怜杨作无事 也回礼道 于诗大人 他面上客客气气 波澜不惊 心里却在思索 如何才能告诉于诗 眼下仙经的真实状况 君吴道 于诗已经许久不来仙经了 于诗却答非所问 道 仙经戒严的厉害 这一句似乎是在奇怪 君吴道 也是无可奈何 黑水事发至今 中天亭已揪出 五十多名假神官 这令人不得不担忧 上天亭是否还有 他埋下的棋子 于诗道 原来如此 几人简单说了一阵 谢怜这才发现 君吴说话 无论真假 全都滴水不漏 毫无破绽 厉害至极 他有心提醒 但一来怕被君吴绝察 拿别的神官开刀 二来也怕牵连了 本不知情的于诗 故束手束脚 于诗也似乎 根本没有发觉异常 只是问有没有 什么需要他帮忙的 君吴道 暂时没有 不过 待排查完毕 恐怕就有不少了 于诗道 那么 我先赞留仙金 等待传唤 君吴保持微笑 看不出内心在想什么 但到了这一步 还是没有撕破脸皮 道 好啊 你离京多年 趁此机会 好好熟悉一番 也是好的 你的于诗福可控制多年了 于诗点了点头 慢慢退下 谢连心知 他这一退 估计就要被监视了 心内微焦 忽然 于诗又折了回来 道 太子殿下 谢连心中一突 道 于诗大人 有何指教 难道他终于发现不对了 于诗却道 并无指教 离京多年 带了一些手礼上来 赠予你几件 可愿意收 谢连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事 哭笑不得 道 啊 谢谢 君吾自然是从不收礼的 笑着放了于诗的随从 进神武殿 道 先月 于诗大人 要送你礼物 何不快接 他这么说 显得谢连 仿佛是一个 需要管教的幼稚小孩 别人来串门 给小儿带了礼物 长辈便让小儿出来 结果然后道谢 谢连无奈 一名农人走过来 双手把一只包得 严严实实地 不知道什么东西 交给他 谢连又随口道 可几句谢 心不在焉结果 忽然脸色一变 仿佛觉察了什么异样 他背对君吾 君吾理应 看不到他的神情 却也道 是什么礼物 于诗看他接了礼物 拱手微笑道 非是贵重之物 一些地里 种出来的土产罢了 如无他事 我先行告退了 君吾道 去吧 于是 于诗牵着那黑牛 带了随从 慢慢向先经空置 多年的于诗符走去 谢连把那礼物 揣在怀里 正要离开 君吾却道 站住 谢连果然站住 足下仿佛被定住 君吾又道 回来 谢连退回神武殿内 转身看他 君吾不下宝座 把他手里攥的 死井的东西取下 这才道 回去吧 他果真多疑 直接将于诗送的礼物 拿走了 谢连看他一眼 一语不发 回了仙乐宫 回了仙乐宫 谢连坐立南安 就在宫中走来走去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 听到一个清朗的声音道 太子殿下 谢连猛一转身 只见一个衣衫破烂 绑着头巾的少年 不知何时翻上了窗帘 正坐在上面 一脸俏皮地冲他笑呢 谢连大喜 冲上去两步 却忽然想起 这少年方才叫的是太子殿下 又定住脚步 不确定地道 你是 三郎 那少年哈哈一笑 跳下窗 一把扯了头巾 黑发散落 又被他从容竖起 露出黑发之下一张 俊美苍白 截然不同的面容 正是那张谢连 十分熟悉的面容 花城悠悠甩着那头巾 叹道 哥哥呀哥哥 这回 想见你一面 可真是难如登天了 方才 在神武殿上 谢连接住与诗礼物的那一刻 的确是觉察到了什么异样 不过 那异样不是来自礼物 而是来自于 送礼物的人 他一接过 就感觉到对方握住了他的手 捏了捏 不得不说 这动作有些轻挑了 如果是对姑娘做的 那就是有意轻薄了 当时谢连眨了眨眼 并没表现出什么 不动声色抬眼望去 站在他对面的 是一名个子高挑的少年 那少年 虽是一身浓人打扮 打着补丁 沾着泥巴 扎着头巾 面貌却是俊秀不已 眸中灵光闪动 不过 这眸光 却只闪现在他们二人 目光交接的一刹那 等谢连眨眼再看 那少年 又恢复了 羞怯青涩的模样 低头退下了 眼下花城 既然已经找到仙月宫来了 那自然是把周围监视的眼睛 都解决了 一看到他 谢连登时便觉得 无比可靠 什么也不用烦恼了 214 破僵局 及时送好李二花城 还未走近 谢连已经猛地 扑了上去 这一扑可厉害了 花城居然没给他扑得 倒退三步 连晃一下身形都没有 只是双手放在他背上 轻笑不语 谢连正欣喜着 忽悠想起一事 忙到 等等三郎 弟 君吾对你颇为忌惮 你本是该在皇城守着人阵的 他肯定派了人去下面盯着 你就这么消失 恐怕会被他觉察 而且 只有风师大人一个人守阵 会不会出问题 花城却道 放心哥哥 这个已经处理好了 暂时不会露出破绽的 谢连猜 他大概是把君吾派去的眼睛 给堵上了 或是留了一张假皮在下面 也不追问 是如何处理的了 这时 花城悠悠地道 看来 哥哥是当真想我想的紧啊 谢连想起之前 当着君吾的面 和他通灵时说的 乱七八糟的话 又注意到 现在自己紧抓不放的姿势 连忙松手站直 肃然道 嗯 嗯 你说的需要一个人帮忙 原来就是雨师大人 花城笑眯眯地道 正是 雨师常年在下界 恰好铜炉山一开 被惊动了 这时候 回上天庭看看 是极符合场里的事 而如果君吾不放他上来 或拿不出有力的理由 雨师必然会觉察一场 所以他当然 只能放雨师上来 哥哥 没关系啊 你可以继续像刚才那样铺着 我不介意的 谢连倾咳一声 道 谢谢 不了 不过他为何不动雨师 花城道 哥哥有所不知 雨师是掌农的神官 这一神官 职位虽然看似灰头土脸 无甚俱利 所以没什么人有兴趣当 却是很特殊的 目前 只有雨师皇 这么一位掌农的神官 谢连若有所思 已想通了其中关节 花城继续道 如果直接杀了雨师 万一找不到 更好的接替神官来掌农士 名以师为天 农士不顺 便要天下大乱 你不给人吃饭 人就不给你饭吃 天下人 除了对雨师不满 还有可能会对雨师上面的那位大神 也连带不满起来 也就是说 没准火会烧到他身上 控制不当的话 或许会引发导神洞 乱 也就是推了他的庙 到了他的神像 就如当初仙月 国仲做的那样 花城又道 况且雨师不设妙 不常住仙京 没有攀升的欲求 也没有什么把柄 对外 他很难找到 合适的理由 贬折雨师 不好下手 对内 让雨师继续长龙 他的地位 才稳妥 所以 能不撕破脸皮 就不撕破脸皮 先瞒 瞒不住了再说 谢怜抹了一把汗 道 原来如此 好险好险 雨师大人肯 来帮忙 真是雪中送炭 望他演技超群 对了 我们得先去找国师 很多事情 一定要问他 才能清楚 二人不再耽搁 火速出了仙乐宫 一迈出门槛 谢怜便备手 在门口的一排卫兵 惊了一下 正想让若携抽晕他们 却发现这些卫兵 个个犹如木头人 不光是姿势 连表情都不变 居然已经给花城定住了 沿路走 沿路便从花城护腕上 闪现零零的荧光 化为银蝶 渐渐失色 映入空气之中 恐怕这一会儿 他就已经在仙京里 散布了成百上千之死灵蝶了 一路上 他们忽上忽下 忽隐忽现 完美避开了 所有巡逻的卫兵 藏在一条巷子里 看着街上 一列一列巡逻的卫兵们 踏踏走过 花城在谢怜身边道 这段过了 下一段走上面 谢怜点头 随他一起 跃上屋顶 二人一前一后 飞檐走壁 来去无痕 少请 谢怜落在一处眼角上 忽然定住 回头看着花城 若有所思 见他停住 花城也停了下来 道 怎么 觉察到什么了 谢怜微微醋眉 摇了摇头 思存道 不是 只是觉得 这情形 好像在哪里 话音未落 花城忽然将他拦腰一揽 下一刻 两人双双 从屋檐上掉了下去 谢怜只觉突然地转天旋 上下颠倒 斗笠从背上滑落 即将落地 赶紧一个海底捞月 轻飘飘地抄了回来 却是花城搂着他 两人一起 倒挂在了一处屋檐的飞角之下 而屋檐之上 有什么东西 啪哒啪哒 快速爬过 那声音谢怜并不陌生 是那胎灵的爬行之声 不知他是在 仙京大摇大摆的巡逻 还是在干什么 这时 又一个声音 从下方传来 错错 错错 剑蓝 谢怜心叫不妙 那胎灵海手 在屋檐上 剑蓝却是从下面走来 那岂不是怎么样 都要被发现 谢怜可不敢说 剑蓝到底会怎么反应 是会惦念着花城的救命之恩 还是会大叫喊人来 那阵轻浮凌乱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眼看着就要拐过来了 谢天谢地 正在此时 那胎灵 终于从屋檐的另一边 跳了下去 二人 立即翻身上屋 谢怜松了口气 剑蓝从一处墙角后 探出小半个身子 看到了跳到地上的儿子 也松了口气 出来道 错错 你不要到处乱跑 这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 怪可怕的 你跑不见了娘 都不知道要上哪里找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他随意一扫 扫到了这大殿的匾额 倒退了两步 看到他反应 谢怜这才想起来 他们脚下的这座金殿 好像是南洋殿 也就是说 封信现在 就被关在里面 剑蓝也一定清楚这一点 脸不微抽 半嗓 低头叫去那胎灵 赤道 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那胎灵 却抱着根 粗粗胖胖的白东西 还在咔嚓咔嚓 似乎在啃塌 剑蓝又道 那是什么 你在瞎吃什么东西 快吐出来 谢怜定睛一看 发现那是一根 敦视不已的大白萝卜 哭笑不得 不用他说 那胎灵 显然也觉得味道不好 恶狠狠地呸呸两口 把萝卜吐出来了 尖叫不已 仿佛再发脾气 剑蓝连忙上去 把他抱起来 哄道 好好好 错错乖 不好吃 就不吃了 这些是穷小子 和傻瓜神才 爱吃的东西 咱们不吃的 也只有亲生母亲 才会把一个 如此畸形可怖的东西 抱在怀里 还能如此柔身安慰了 那胎灵 在他怀里扭了扭肥肥白白的身体 发出惬意的咕咕声 谢怜看着这一幕 不禁心生莫名哀怜 但也奇怪 仙京里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萝卜 花城挑了挑眉 道 哥哥忘了吗 于是给你带了些 地理长的土产 原来 这就是于是送他的礼物啊 谢怜试着去想象君吴 打开那幕盒后 看到里面 是根大白萝卜 会是什么表情 只觉无法想象 尝试失败 看来 君吴检查完 发现不是什么 可疑东西之后 就把那大白萝卜 随手喂给这胎灵了 简直像是在喂狗 原本那胎灵兔掉后 还用腿嫌弃地 把大白萝卜蹬飞了 听到剑兰的话 似乎若有所思 又从母亲怀里跃下 蹦蹦跳跳过去 把大白萝卜叼了 蹦蹦跳跳进了殿 不仔细看 果然像枝光溜溜的 眉毛白皮狗 剑兰道 别进去 那里是 守在南阳殿前的卫兵们 大概被君吾交代过 这胎灵 是他的宠物 或是猎狗 目不转睛 并未阻拦 万不得已 剑兰只好也跟了进去 那胎灵对封信 似乎敌意甚浓 谢连担心 他会不会对封信不利 转头道 三郎 花城指尖 栖息了一只透明的蝶 道 死灵蝶已经 附在他身上了 谢连点点头 二人一道 监视南阳殿内的情形 只见剑兰猫着腰 捏手捏脚溜进殿里 似乎不想被人发现 小声道 错错 然而 不被发现 是不可能的 那胎灵蹦跌着进了主殿 主殿里 一人正在打坐 睁开眼 就和他打了个照面 二人双双愣住了 封信先愣后洗 起身道 剑兰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来得好 帮我 这时 那胎灵突然嗷嗷大叫起来 跳到两人中间 把萝卜吐到地上 后腿用力一蹬 那被他啃了几口的 大白萝卜飞起 打到封信脸上 发出咚的一声巨响 他蹬了之后 还趾高气扬 哇啦乱叫 阴险地笑 仿佛在等待 母亲夸奖自己 封信 简直没给这东西 一下打晕过去 一条鼻血 当场就流了下来 一把抹了大怒道 你干什么 给我老实点 他凶 那胎灵更凶 冲他尖叫土性子 封信一个剑步 上前去拿 却给他张开血盆大口 咬住手臂 怎么甩也甩不下来 这熟悉的一幕 又恐怖又好笑 封信狂甩不掉 更怒 我 操了 我真操了 你找打吗 什么鬼 剑蓝也回过神来了 道 住手 你有什么资格 打他骂他 封信被他一吼 倒是愣了一下 气势下去了半截 便解道 他 他认贼作父 他怎么会跟君无一条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剑蓝催道 怎么会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 养不教父之过 要不是你 这个当爹的不称职 你自己儿子 会被人从他娘肚子里 挖出来做成这种东西 什么鬼 你生的鬼 他骂一句 风信退一步 声音也小了大半截 道 可是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而且那个时候 是你先让我滚的 剑蓝道 哈 我让你滚 我是成全你 你每天板着个 丧气沉沉的死脸 到老娘这里来 老娘睡你旁边 还不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 你又要侍奉你那太子 又要给我凑熟身前 焦头烂额 又累又烦吗 你不好意思 自己甩袖走人 那我就干脆送你一成锣 风信道 我那时候是很累 但是我没有烦你 我想给你赎身的 剑蓝戳着他胸口道 得了吧 赎身赎身 你自己心里清楚 凭你当时的本事 究竟赎不赎得了 老娘当时的身价 你每天恨不得 一个钱子掰成两半花 天天上大街卖椅 还要孝敬你的太子爹皇帝爷 我不道贴 就不错了 指望你给我赎身 猴年马月吧 风信道 你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明明都约好了 我说过的话 我一定会兑现 剑蓝打断他道 口头上 山盲海誓的多了去了 但你想想 你给了我什么呀 你能给我什么 除了那条金腰带 还拿得出手 就那金腰带 你还千叮万主 说不能卖 风信给他戳得 退了一步又一步 脸色又僵又久 剑蓝越说越气 还是那个破户身符 我猪油蒙了心裁 相信你那狗屁 护身符能保佑人 好运没半点 没运倒是连连 你 钱是越来越少 脾气是越来越大 我不放你 走我还能怎么样 就这么熬死你吗 熬到你开始抱怨 我恨我烦 我不想再看到我吗 不光风信 连此刻 在南洋店上的谢怜的 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原来是这样的 谢怜想起了许多事 那时早出晚归 满面眷容的风信 莫名高兴 莫名忧愁的风信 还有一次艰难地 找谢怜借钱的风信 原先的微小异常 忽然都有了解释 风信是谢怜的侍从 她的好友 但非她的附庸 她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亲人 而且已经遇到了这些人 可是 偏偏却是在 谢怜第一次被贬 他们最困难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 谢怜自身尚且难保 又如何能去住这些呢 她煎熬 风信也煎熬 大家都在煎熬 熬到最后 两人终于再也熬不下去了 或许 剑岚早就 遇见到了这种后果 可是 就算是在那时候 风信也还是 在尽最大的努力 支持她 甚至把她没什么人 肯要的护身 服送给剑岚 对她说这个东西 可以保佑好运 所以剑岚 才会小心翼翼地 把她收起 放在尚未出世的 孩子的小衣服里 当然 最终证明 那个护身服 根本没给他们 带来什么好运 剑岚仿佛发现 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抱起地上的胎灵 就要离开 风信道 剑岚 他抓了抓头发 竟是一脸难得的 哀声叹气之态 风信道 你 你回来吧 我还是 我觉得我 想照顾你们 我应该照顾你们的 我有责任 我答应了你的 剑岚转身 定定看她半晌 搂紧了怀里胎灵 哼道 免了 我知道 你嫌弃你这儿子 他在你眼里 就是个鬼东西 没事 我不嫌弃 风信终于回过神来 反驳道 我没有嫌弃他 剑岚道 那为什么你每次 都对他这么凶 你真能把他 当自己儿子看 风信道 只要他能改好 我有什么不能 剑岚冷笑道 那我再问你 你是个神官 你敢认他吗 风信一正 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胎灵趴 在母亲怀里 冲他呲牙咧嘴 仿佛一只 没掌权的丑陋毒虫 又像是残缺的 恶兽幼崽 就是不像个人 哪个神官 敢一口硬撑这种事 认一个这样的鬼东西 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绝对是个大污点了 信徒 香火 威望 全都要受损的 215 倒不可偏教等同课 不过 风信并未挣多久 便有了答案 他正要答话 剑岚却冷笑道 罢了 你也用不着答了 你现在是人在的阶下囚 敢不敢认都是 屁话空话 我一个字也不信 别说了 你愿意认 我还不给你认呢 那胎灵 在他臂弯里 冲锋性狂吐性子 发出成年人一般的 嘻嘻笑声 剑岚在他屁股上 狠狠拍了一巴掌 呵斥道 还做什么怪相 让你别乱跑的 闹死我了 那胎灵丑陋的小脸 扁了扁 终于老实了点 母子二人 匆匆出了南洋店 风信在后面喊道 剑岚 剑岚 无鹰 最后 南洋店又只剩下他一个人 风信颓然跌坐了回去 瞪着前面那个 留下了几排 畸形牙印的大白萝卜 瞪了好一会儿 右手捂住额头 躺平在地上 连骂人都没力气了 南洋店上 谢连也叹了口气 这时 花城忽然道 哥哥 你还记不记得 与君山那一夜 那胎灵也出现了 谢连明白他是有意引开话题 也很配合 加上那胎灵出现在 与君山的事 的确蹊跷 强打精神 道 记得 当时 我坐在花轿上 他出生 以童谣提示我如何找到鬼新娘 也就是宣姬 而且当时他没让其他人听到 是特地告诉我 一个人的 不知是何缘故 花城道 君吾的授意吧 谢连道 那谜题 就变成君吾的目的了 还有他为何会成为 君吾手下的恶灵 这些 恐怕还是得问国师 花城道 那便去问 告诉哥哥一个好消息 死灵蝶 已经找到国师的关押 所在之地了 谢连精神一震 道 哪里 灵文殿 殿内殿外 少了往日挟着 堆积如山的宗卷 进进出出的文神们 多了面无表情 巡逻戒严的神武卫兵们 悄无声息地落到 飞檐一角上 谢连道 国师被关在这里 灵文看守着他吗 花城道 不错 锦衣仙在身 灵文现在算是文神 也算是武神 宁神观察片刻 谢连道 那就麻烦了 虽然锦衣仙不是他们对手 但毕竟也修为了德 肯定比在仙京大街上 那些巡逻的卫兵 要耳目敏锐得多 若谢连和花城 就这样贸然潜入灵文殿 锦衣仙打不过他们 却不一定发现不了他们 而一旦锦衣仙发现了 灵文也势必会发现 谢连道 灵文和君武 肯定是可以随时通灵的 只要灵文发现 君武也就发现了 除非锦衣仙不在他身上 他是个文神 肯定觉察不了我们 而被脱下的锦衣仙 只是件衣服 也无法通知君武 得想办法 把他们分开 花城却道 不用特地想办法 他迟早要脱下 那衣服的 不需解释 谢连了悟 锦衣仙毕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邪气甚重 灵文没正式被贬 还算是个神官 一直把他穿在身上 肯定对身体不好 而且还得一直维持男相 消耗法力 恐怕没几个人 撑得住这种消耗法 一天之内 他总得把他脱下来 休息一段时间 二人正低声商量 这时 一个黑衣人副手 从灵文殿内 缓步走出 交代了外面 一列卫兵什么事 步入偏殿 不一会儿 又一人从那偏殿走出 重新走进主殿 此人正是灵文 他进去时 是男相 出来时 就是本相了 而且 身上原先那件 黑色的外衣 不见了 身法步伐 也不如之前 男相时清零有力 一看便知有功在身 他果然把衣服脱了 眼下 那锦衣仙 就在那间偏殿里 二人对视一眼 花城道 现在 他们分开了 哥哥 运气不错 谢连也吐了口气 看他一眼 道 是三郎运气不错 花城玩儿 道 主殿 偏殿 想了想 谢连道 偏殿吧 现在还不知 灵文殿主殿 是什么情况 如果灵文 就守在国师旁边 那就根本绕不开他 但如果我们 能先拿到锦衣线 也许还有对谈余地 于是 二人又等了少许时间 趁卫兵交接的一瞬 双双翻下屋檐 潜入了偏殿 一翻进屋 谢连就抹了一把汗 无论如何 这样偷偷摸摸 潜入女神官的私店 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 但是 等他看清这间偏殿后 汗颜之感 便消失了一点 谢连以前的屋子 比这里华丽 风性的比这里凌乱 木琴的屋子 又比这里讲究 总之 看上去完全不像个 女神官的私店 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店里没多少物具 根本藏不了什么 没多久 谢连就翻到了一只箱子 然而一打开 他脸就黑了 不光是因为一打开 一股妖风邪气扑面而来 更因为 里面整整齐齐一箱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黑衣黑长 又来了 上次也是这样 在将近一百件 各式各样的衣服里 找那一件 锦衣仙的真品 找得鸡飞狗跳 简直是噩梦 这次倒没那么多 只有十几件 但每一件都黑得毫无差别 真说 不准哪次更令人崩溃 锦衣仙真的在这里面吗 谢连十分头疼地道 三郎 君吴现在在干什么 咱们时间够吗 花城一直在 密切监视各方动向 听他发问 缓缓地道 哥哥放心 时间我们是有的 君吴还没有发现 你离开了 他正在审武殿 提了沐晴再审 看样子 要审很久 文言 谢连一证 道 沐晴 他审沐晴 审什么 花城道 死灵蝶不能进审武殿 我听不清 但你知道 他凝视着谢连 道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话 谢连想起君吴 是如何对待隐喻的 心底隐隐不安 但现在担心 也没有用 他果断道 先抓紧时间 我来一件一件事穿吧 三郎 你来对我下命令 如果锦衣先 不想被人发现 或是不想取穿上身的人的性命 他是可以随意穿脱的 但如果某人 要求另一人穿上 并且提出命令 那人就必须得遵从了 用这个法子 是一定可以释出真品 只是有点危险 花城道 我来吧 谢连摇头道 三郎你穿过锦衣先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好像对你不灵 可能对鬼王无效 只能有我来了 说着 他就脱了外衣 白袍落在脚边 花城挑了挑眉 挑了一件黑衣地给他 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连迅速把那衣服套上身 还好 还好 凌文的黑袍并不坦胸露乳 也不恶魔多姿 十分之板正 穿起来并无困难 谢连抬头道 好了 你可以对我提出你的要求了 花城右手托着左肘 左手支着下汗 看着他 似乎认真思考了片刻 道 那么 哥哥 我的命令是 须于 谢连等到了他的下半局 花城笑眯眯地道 我们来借个法力吧 谢连当然懂他说的 借法力是什么意思 险些头顶生烟 赶紧把衣服脱了下来 道 这 这件不是 花城道 啊 太遗憾了 这件不是 谢连正色道 三郎 这样是不对的呀 你要严肃一点 不要提这种要求 花城虚心地道 我不够严肃吗 哪种要求 哥哥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 谢连倾咳两声 严肃地道 总之 不可以 让我向你借法力 其他随意 比如转个圈 跳两下之类的都随便 花城挑起一边眉 道 其他的都随便是吧 好的 明白了 说着 他又递了一件给谢连 谢连迅速套上 再次抬头望向花城 而花城端向他片刻 哥哥 少请 他展颜一笑 道 不要向我借法力 大意了 居然还可以这样 谢连赶紧要把那衣服脱了 好了 也不是这件 花城却拦住他道 等等 哥哥 谁说不是这件 你还没有证明他不是呢 不要向我借法力 这是花城的命令 而如果要证明 谢连身上这件衣服 不是锦衣仙 那就必须不执行花城的命令 也就是说 要做相反的事 向花城借法力 绕来绕去 又回到原点了 看着花城一副较真的模样 谢连震惊了 你也太狡猾了 不可以这样的吧 花城抱起手臂 歪了歪头 阵阵有词地道 为什么不可以 哥哥 难道不是你说的 除了让你向我借法力 其他的要求都随便吗 既然你不喜欢这个要求 那我就提了个完全相反的 这怎么能说是狡猾 这起飞是很实在 谢连简直无言以对了 举起手指了他一会儿 道 你 你 哎 我说不过你 别闹了 不敢耽搁 冲上去就揪了一下 明明知道 根本没人在附近 但玩事 还是左看右看 仿佛警惕谁在偷窥 花城的表情纹丝不动 镇定地道 很好 确信了 这件果然也不是 谢连脱下那黑袍 这个要求也不要再提了 花城把第三件递给他 微笑道 好的 好的 一定如哥哥的愿 谢连无奈接过 行道 总觉得三郎 越来越难对付了 是错觉吗 他还在担心 花城又会提什么 恶作剧的要求 但开了两个玩笑之后 花城果然不戏弄他了 他正经起来 谢连却反而觉得 哪里奇怪了 可是 一箱中十几件 全部是过后 谢连却一个命令 也没有遵从 难道锦衣仙的真品 不在这里 不会的 林文肯定是 已经把他脱下来了的 而且 一整箱的衣物 全都沾上了邪气 他肯定就在这里 花城以着门栏 道 哥哥 看来 这锦衣仙 不光对我无效 对你也是无效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